今天今天要帶您看到這搭公車 被夾傷的事件可說是層出不窮 那麼日前就有一班公車行進 臺北木架靠站停下 當時有一名富人貪圖方便 他原地起身要過了隔板B卡 這時候公車司機開門 富人的頭就狠狠地被卡住 動彈不得 被此事件業者說明 這是因為中門後方的隔板比照低 日後會加強員工宣導 也提醒乘客要多加留意車門開關 富人買完菜準備搭公車回家 座位太小只好把東西放到欄杆外 起身站起來整理時 公車靠站開門 一個不注意頭狠狠卡住 嚇得他放聲大叫 乘客司機趕緊上前幫忙 一邊安撫富人一邊提醒他 不要亂動以免受傷 車門夾車事件不止這一樁 這班公車從捷運動物園站 開往松山車站的公車上 一名富人為了圖方便 原地起身手一伸繞過隔板B卡 這時剛好公車司機開門 富人的頭被卡住動彈不得 自己不太小心啊 對啊 我覺得他是可能自己要注意啊 這是不正確的啊 為什麼覺得他不正確 應該要走過來正確的位置 就是刷卡機的旁邊刷 這樣才比較安全啊 類似事件層出不窮 業者說明這是因為 中門後方隔板較低 乘客跨越隔板再碰上司機開門 就會因此被夾傷 其實客運業者都會把別家的 都拿來當作 也有可能我們會發生 看誰先發生 拿來當作機會能扭解 就像穿越馬路一樣 大家都知道紅燈 點綠燈走的 還是有人會穿越啊 那我們也只能多加注意 避免家人事件再發生 業者加強員工訓練 而公車為了房夾 會在車門關閉處 加裝氣壓房夾感應管 如果車門關起來 夾到乘客就會自動打開 不只關門要留意 車門打開時 也要多加注意 以免受傷 這有上去一瓶的台北 臺灣報導